大家好,这里是露存,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是爆炸与TNT 1.爆炸 大家都知道,高压苦力怕一次最多只能炸出一个头颅 那么问题来了,到底炸出来的是哪一只怪物的头颅呢? 当爆炸发生的时候,系统会依次检测爆炸影响到的区块 先沿着Z轴正方向,再沿着X轴正方向 同一区块内有细分成高度为16的区段,从下往上计算 在同一区段内,根据怪物刷新顺序选择怪物 然而,在实际生存中,我们难以控制怪物的刷新顺序 但是通过让怪物分别处在不同优先顺序的区段里 又或者让怪物以不同的顺序进入到同一区段中 我们就可以控制怪物掉落头颅的优先顺序 举个例子,Fallen的全头颅农场 通过让被炸怪物优先进入区段来达到精确控制掉落头颅的效果 2.TNT TNT可以传导伤害来源 这样可以方便玩家获取经验 伤害来源 甚至可以多次传导 当然,高压苦力怕仍然是一次掉落最多一个头 不过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下次再见 新年快乐